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是9月28号 这个距离上次我岳母做核酸检测已经过去两天了 那目前还是没有收到诊所的消息说这个报告已经出来了 也是在预料之中了 因为他当时说是三到五天才能出结果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消息就是 我的这个老婆呢 由于还是比较这个担忧了担忧核酸检测结果没有出来 那怎么登机的事情 所以就这个事情呢 发了个邮件给这个中国南方航空 因为我岳母做的是这个航空公司的 那很快他回复的很快 他就大概过了四五个小时就打电话过来了 我已经做好了 做好了 就现在就不因为我说的 26号做的 所以是上次又做了 做好了 对所以呢就是 也不知道他就怕实际 他说是出发前面 今天如果再不出来 对 哦之前我听说 马上12号是短线的 那你可以的其实是真的 就是但是你 不管是哪个点做的 只要是阴线的报告 马上可以报告 谢谢 那就等你实际的一号 我总结一下这个电话的内容吧 一共讲了大概有两个点 第一点呢 就是中国南方航空 这里给大家强调一下是南韩 这是我们确认的 其他的航空公司我们不知道 中国南方航空的客服说 不只是包括 那个 bc 繁益中心列出的那七家诊所 包括其他诊所 只要有和 lifelab合作的 只要是lifelab 开出的那个阴性的 这个核酸检测报告 他们都承认 这样子一来呢 其实条件就松了非常多了 也就是说 那些 政府 这个开设的 提供给有症状的 walking 检测点 那些48小时出的结果 他们也承认 但是这里要 比较小心的是 那些48小时 walking检测点呢 他 给游客 只有这个打电话 跟发短信的选择 如果你有msp呢 你是可以登入网站 下载那个报告的 那这一点 我们也跟南韩确认了 就是如果你是游客 去那些 这个有症状的政府 提供的walking检测点 最后你只要提供那个检测点 给你发的那个短信 阴性报告的短信 凭着那个短信 打印出来 你也是可以登记的 这样一来呀 就可以缓解 缓解有效的缓解 现在检测点不足的这个问题 那关于有没有其他这个诊所呢 我们在这个温哥华的那个 核酸检测互助群里面有网友是说 这个列治文的帝国诊所 他是 声称自己是有跟lifelab合作 可以给他们送样本 来拿到这个检测报告的 当然了 我们也未经证实了 只是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也可以去了解一下 那目前我所知道的 bc防疫中心列出的那几家 那七家 接受新的检测预定的 一共我知道的就是两家 第一家 第一家是今天新开的 9月28号新开的 位于sfu的那家 第二家 就是位于 北温的那家 那这两家的那个 预定信息 包括名称 我会列在 这个说明栏里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这是这个 核酸检测 要求的时间 三天啊 真是折磨死人了 我们现在虽然已经做完了这个核酸检测 也算是卖过第一个坎了 那现在第二个坎就是上飞机之前 能不能拿到报告 这又是第二个坎 自从发了这个 关于核酸检测的视频以后啊 很多网友在我的这个视频栏下面留言 那很多人也很着急很无助 所以我突然觉得 这个做youtube发视频 分享生活的这件事情啊 变得很有意义 所以呢今天特别做一下这个 目前是我们确认的一些信息 在这里分享给大家 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了 那如果大家觉得这些信息 有帮助到你 那也欢迎大家点赞 跟分享 让更多的人 可以受到帮助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 记得订阅哦 拜拜